这些令人害怕的虫子 往往就是侦破案件的有利证据 Everybody in Marching好 我是陈丁东 是的今天我穿得非常的正式 是不是不习惯呢 我也有一点不习惯 开什么玩笑 人靠衣装 男人靠西装 今天很荣幸受到制作单位的邀请来到RH Hotel 第一届婆罗州昆虫法医研讨大会 昆虫法医是什么 每当人看到尸体 或者是骑行怪状的尸体的时候 一般人都会有惨不忍睹 毛骨悚然的感觉 自然也不会留意在尸体上飞行或爬行的昆虫 然而这些令人害怕的虫子 往往就是侦破案件的有利证据 甚至有可能成为疑难案件的转机 是不是太有意思了呢 没有错 今天就是这个研讨会的重点了 走 带大家今天进去这个研讨会 GO 是的在这个进去会场之前呢 大家都在遵守SOP在排队呢做RT test 好的现在呢要带大家进去研讨会现场 来大家跟着我 很紧张耶 我们穿的这么正式 想必这个活动一定是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有深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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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门口都还有两个这个接待小姐 来 LET'S GO 很多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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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活动的现场呢有罪案科警察 罪案科律师 法医医生 消防见证人员等等 听说呢 等一下会有个大人要来做这个开场的主兵 到底是谁呢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现场我们的主兵都已经来了 所以我国庭要开始了 现在呢在台上讲话来就是我们的主办方 Lavi event 他们今天讲的这个主讲的内容呢 就是有关于这个法医昆虫的研讨会 Cibu is a small place mayb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business event is not suitable in Cibu what do you think Cibu itself is not a small place when we look at the whole of Sarawak we are the central zone the business in Cibu is very active very alive there are about 500,000 people just within the central zone Event doesn't have to be huge you don't compare with Hong Kong or Singapore you do like what today 100 people 200 people it's an event already are there any other plans for this kind of related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there is definitely plans to have more activities in places like in Cibu even in Miri the business event Sarawak this body is set up to promote organising these events throughout Sarawak there are many areas where we can actually tap in where it is unique to Sarawak I always give the example of our rain forest then the other one like even today entomology about insects tropical insects no one really study a lot of it number three we got the Regan River very interesting river with a lot of its own ecosystem they can have organized events, talks, seminars on it se 넘cence re we have known for these animals Soci 특 to res 股 as reg re ger 大概入址 由 2006 大概16-17岁 可以分享一些忿耗在局面的萌生病院在未来 可能在未来 我会更 Bernabe子抗训证业的行政院 最近仍未知 尽量业的工程上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学习更加研究 从尸体出现到腐烂和分解的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昆虫种类组成和数量变化 因此昆虫在尸体上的掩涕顺序和出现时间 会随着温度和周围其他的环境变化和浮动 法医昆虫学家通过对昆虫的生长规律和种类的升息 最终协助办案人员揭开真相 然而掌握这门技术和知识 对命案现场的医生或见证人员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律师你在还没有来今天这个活动之前 没有听说过这个昆虫法医吗 有文但是没有详细去理解它 多数都在影集上面看到 刚好有这个机会学一些东西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 对未来你的工作会有帮助吗 我相信是会有 以后看到一些在刑事案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接触到一些的图片证据 会听到一些警察他们在给供词的时候 多少知道他到底怎么知道死者的死亡时间 怎么推定帮助他们断定这件事情 对于今天的活动还满意吗 到目前为止还非常顺利 非常顺利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下一个目标是希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把它带到沙拉越每个地区 让这个活动可以继续的办下去 西部接下来能不能办类似这样子的活动呢 当然可以啊 我觉得15是一个非常有潜能的 一个地方不论是办这些商业活动啊 一些商业的研讨会啊 我都觉得我们都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 所以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好 OK 那就谢谢Riper 是的 今天的这个研讨会呢 非常的专业 真的是受货难多啊 在西部有这样子专业规模的研讨会呢 值得赞许 期待有更多更多真实的研讨会 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按照分享留言 记得打开小铃铛 记得关注我的IG跟粉丝专业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好